200多万人看过的大学生方程式车队 今天我们又找到了一支全新的车队 南京工程学 学长 你是车队的吗 对 我是我们学校方程式的一个队长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我看你是真懂家多 你认识这个车吗 对 964嘛 964 964 果然懂车 队长就是不一样 我能不能去你们的车队看一看 工作室在学校里面 可以 周末我们那边都对外开放的 是吗 看看你们学校的方程式 有没有比上一家更牛逼 上车 964校车 我开始出发 这种感觉 混滑一种 感觉怎么样 你坐在后排滑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摆 轮开的滑衣感 你们车队在前面是吗 对 兄弟们 他们车队人好多 哈喽兄弟们 你们都是车队的吗 我来你们学校主要的原因是 你们都关注我 是不是 少反省一下 点你们了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到 要看看你们车了 你们车在哪 车在里面路边 我问你 哎 兄弟们 这是你们的小粉是吧 这个发盘全是你们3D打印的是吧 最后面是一块碳板 然后前面是3D打印的结构 我看他们是用插速锅不太一样 插速器这一块是涡轮挡感 就是拖森结构的 拖森结构的那种线滑插速器 这个只要2000多块钱 根本方面降低了很多 然后还我们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画板的机构 动力这一块 我们目前做的还比较基础 是一个女生在负责设计的 啥 动力组是女生在负责 对 但是他今天没有来 我这个太厉害了 没来受我们的一大遗憾 你是负责整个团队的运营对吗 你作为一个运营 有没有想对大家说的 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关注到大学生团里 做这种非常酷 非常可以说非常硬核的竞赛项目 上一个学校咱们没启动着 那今天咱们在室外 咱能不能把它启动着 那必须呢 能不能在那跑一下 那也必须呢 哎 兄弟们点赞收藏一下 为中国汽车文化加油助力 我们现在在的是校内封闭道路 限速的行驶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人家衣服都穿好了 你真是想跟我崩一下啊兄弟 就是开这个车必须要穿的衣服对吗 对 我看你一身大汗 我说挺不容易的 那么你先上去跟我们搞一脚 3 2 1 上去还可以啊 先让学长崩一脚 出发 我刚刚看你跑得很快啊 我刚刚试着上了一下三套 试着就是 有没有兴趣跟我的车跑一下 我还对要跑 那走吧兄弟 掉头 为了以示公平 我再载一个跟我都问一样的兄弟 好不好 公主请上车 对 哈哈哈哈 觉得我们能赢还是他能赢 必须我们能赢 能不能别急我 我能不能去一点 我能不能去一点 哈哈哈哈 我能赢 你赢 我赢 你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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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 爽不爽 真开心 对吧 那想不想更爽 想不想更爽 想不想更爽 想 然后呢 咱这个车啊 其实可以塞四个人 你们可以再挑两个兄弟 四个人一起感受一下 OK 好 这个时候就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就跟 不是我挑拨离间啊 就是谁关系好 跟人关系好的时候就到了 你看 我 我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异口同声地邀请了两位女生 你们气我吃泡妞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想带她体验一下 哈哈 你组织一下 你组织一下 告诉我为什么你选了两个女生 所有爱汽车朋友们的 朋友 别交变 别交变 上车吧 怎么样 任总 我考太北一点 年轻人的第一辆保时节 年轻人的第一辆保时节 我看你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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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你 我 我哥们人看过保时节的 嘛 啊 还在看这种老说谁敢信 啊 还可以说 哈哈哈 今天晚上有人要吹不晓 我要吹不晓 吹不晓 啊 宝之节 救命 啊 保时 天 还好 起 他 找 啊我们车还不过回头绿吗 不靠我吗 他们不认识了知道吗 他们不懂汽车文化 他们不知道汽车文化对于年轻人意味着 我操太低点了